好像給了某些東西給我,而那件事我自己覺得剛剛好 去想回究竟自己最需要什麼,這個社會最需要什麼 這個叫做未完之路,The End Journey 做這個的時候其實有一個權力角力之下一個我,一個insight之下一個陰謀面,一個真正面是怎樣 這份work,前幾個月就看過一篇文叫做《躺平即正義》 其實社會給你的價值並不是你自己的個人價值 為什麼他們選擇了就是不去工作,而是去躺平 對你們來說,這才是對社會的報復,才是真正生存的一個方式 先問一下,其實是不是階級越高,就代表你越有的位置在裡面 是否代表你越有的力量在裡面 還是其實這群躺平的人,這群kind of發掘到自己的價值 或者想脫離這個社會的基準的人才是那群最高的人呢 對我來說,Content有很多時候在裡面其實都是想你去一個open-ended的問題 但是,這份工作的時候其實有很多都幾結論性,或者幾是源於我自己對某個問題的答案 對我來說,這個空間的建構都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他們是白色,以及為什麼不在好像之前的作品裡面 有一個很實際的空間在裡面,或者不透過用影子去加這件事 很源於我去想像這個我自己得出來的這個理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上有趣的,它是一個很虛無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社會不被截立,或者是一個空間上來建構 甚至於在後面我去提出的這件事,說的是一個遊戲規則 其實這個遊戲本身,真實世界遊戲規則已經這樣走 而這群人其實就是建構這個空間的人 本身這個空間是一個畫布的世界,一個白色的世界 他們裡面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有個遊戲規則在裡面 他們有些人是知道哪個big brother,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他們不斷被利用,或者自願被利用 就是一個互相監視,他們只會看著鏡頭,看著畫布外面的世界 但是,同時間他們都不會做任何事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世界,或者我們處於那個世界 就是,你見到那群人,你見到那群社會上有不同階級的人 其實他們是很,好像是Dominion的一個世界 其實他們只是一個工具被人用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很dystopian的一個work 就是說,有些人知道這個真相 他始終不會想說,因為他要靠這個真相 去做這個世界裡面,這個社會裡面最高的那個 就是這樣 你們都不會看著這一個人 都不會做它 但是,我們只能幫你拿去了